他用这个跳起来 本来这球打得很被动了 你看再看万镜 本来这球是被动球 没想到你自己把球打到了往下 结果23比21 中国队扳回一局 现在双方打成一比一平 比赛的中断 双方都是互相两分两分的 但是其中丹麦队连续拿了五分 中国队打得比较平均 20比19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方追平 但是最后又23比21 这一局赢得真是比较悬啊 阿里克森在自己主动的情况下 陈兴东 中国的男双组教练 你从挡直线 他如果是对角打你的时候 你挡对角 他抽冲了抽冲了回 他打你直线 你变对角没有用的 他人在网口没有用的 挡回直线就可以了 位置关于位置一定要往上靠 另外一个 发球的时候 阿松拉球的时候 慢一点点 现在你接着 有快的下后掌 很好 一定在发球上面 快慢节奏一定要远 另外注意 那边越南顺风 这边是地方 出刚刚第一局的情况 是到不了后 最后还是要过头给他 给他都没有问题的 打成多拍中 位置往上靠 可以的 那不知道观众听明白没有 可能我们这听得很清楚 陈兴东有三点 一个呢 对方打直线的时候 自己不一定要回 不要回对角 尽量的回直线 第二个呢 发球呢 要慢一点 第三个呢 要中国队的尽量的往前压 因为现在中国队 福尔峰跟蔡英 主要的毛病呢 就是在打双打的时候 有些技术的动作 尤其是小球的动作 比较粗糙 那么尤其马来西亚 对比马来西亚来讲 马来西亚的男子双打 从半场的技术 非常的炉火存清 那么所以在 打 从进攻扣杀 中国队完全没有问题 尤其富尔峰 现在的 后场的大力杀球呢 时数是打到每 320公里的时数 那么进攻完全没有问题 观点就是半场的平手挡 还有回球的位置 富尔峰呢 就还是比较嫩 蔡英呢 在往前的主动进攻 比较好 但是蔡英最近身体又有点伤 那么所以富尔峰跟蔡英 今天必须要在丹麦这一战 能不能把自己的自信 重新打回来 非常的关键 因为今年的这么多战的比赛 给他们势力的机会 他们势力的太多了 蔡英富尔峰在国际雨林 最新公布的就是 10月25号公布的 这个排名当中呢 是排在第二位 排在第一呢 是马来西亚的 胡建杰和陈文宏 而丹麦的这一对选手 埃里克森和伦加德 汉森呢 是排在第七位 当然从这个 所积的分数上来看呢 丹麦这对选手 虽然是排在第七位 但是和前 三位的 这个选手来对比的话 他们的分数呢 还差的比较多 因为现在男子双打组呢 有印尼的组合 马基斯跟亨德拉呢 这一对四景赛的 新科状元的状态 最近也是 不见得会非常好 但是呢 他们总是基本上 都能够打进到前四 现在排 这个排位排第三呢 跟这个傅海峰和蔡云呢 应当说还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还不要忽视 忽视另外一对跨国组合 陈甲亮 吴俊明 对吧 对 他也是排在 目前暂时排在第四位 中腾府李万华呢 现在是排在第六 那万老师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 偏偏咱们的傅海峰 蔡云现在 虽然是排在第二位 但是他在排前五位的选手 今年都没有赢过他 所以他这个 从排第一 慢慢一直一直往下掉 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担心了 这个 目前在南双的世界排名 前十位当中 甚至前二十位当中 朔国仅存呢 就是蔡云富海峰 你像我们再要往下数的话 就得数到排在 第二十三位的 这个郭震冬和谢东伯了 所以这个南双的局势 真的是 比较紧张 还有和瀚兵跟徐城那一对 也不整个地 往往第一轮第二轮 就止步了 所以已经有这样的呼声了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新生力量 能够尽快地接上 这回是轮到伦加德 自己的失误 绝胜局的赛事 哎呀 哎 幸亏出界了 不然也够呛 基本上 富海峰就没跑到位 哇 看来这个汗水是不停的流 他们几乎 他们几乎只有空下来 第一个动作就是擦汗 哎呀 富海峰自己也觉得有点 抱歉 球没打 这两人抢了一下 所以呢 回过了这球呢 就显得有些被动 轮加德汗森巴球 这个也很难的 本来富海峰想跳起来 在铺 让这球擦网 哎呀 一直被压住 是吧 感觉好像 对 艾利克森站在往前呢 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这个 也打不穿 你看 就是打不穿 他身高啊 并且 他打顺手了 突然一放一 假动作 对吧 连续铺两个之后 他突然就一 轻篮 那么蔡云 防不上防 他如果是 还是往下打的话呢 这球就能介绍 没想到 艾利克森呢 他是突然把球 改变了一下 球的速度 轻篮了一下 7比6 双方在决胜局里面 咬得很 哎呦 形势不用乐观 看陈兴东看着 眉头紧皱的 哎 7比7 8比7 0 8 8 8